洞房成功了吗 这是大猫熊团团远员力拼下一代 包括呢 动员连续两天帮远员来人工授予 为了让大猫熊团团远员顺利繁衍下一代 远员一大早9点就进行第二度人工授金 就是说为了要让他在整个授金的过程 能够顺利的话 所以用气体麻醉就是插管 这个是有必要的 16号是远员罚勤期 但团团似乎技巧不够好 小两口没法子顺利入洞房 远员还气得咬了团团一口 为了不错过远员一年一度黄金受孕时期 隔天晚上动物园就帮远员进行第一度人工授金 其实他最近会比较喜欢吃竹笋 当然我们会提供多一些的竹笋给他去采食 那至于说在营养方面的话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天是最关键的时候 就连大陆猫熊专家都专程来台 要帮小两口顺利生小猫熊 近日若他们还有自然交配机会 则会考虑播放大猫熊交配的影片 来帮团团恶补助兴 只希望大家期盼的小猫熊 能够顺利孕育成功 春天新闻SNG小组台北报道